相信這段時間啊 如果是身為小朋友的您呢 應該也上過了不少網課的內容才是 那大人的話 如果說是在家照顧小朋友的 應該也看過不少網課的進行 欸 我知道 一定還會有不少朋友說呢 我既不是要上網課的小朋友 也還沒有小孩 所以根本不太清楚網課到底是在幹些什麼 那沒關係 今天開始呢 任天堂就要準備來跟各位授課了 只要透過這款遊戲呢 人人都可以成為遊戲程式設計大事啦 Hey 大家好 我是羅卡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遊戲呢 是 附帶導航 一做就上手 第一次的遊戲程式設計 OMG 這個名字真的是有點長道啊 雖然說意識上來說呢 真的是非常淺顯易懂 但實在是搞得有點饒舌 顧名思義呢 這就是一款擁有教學系統 可以簡單教大家來程式設計的概念 難度上來說呢 我覺得算是蠻簡單的 只要新增節點 拉拉節點 拉拉線就可以完成一款小遊戲 但說是簡單啦 要摸手跟順利運用超過80種的節點喔 還是得要花上一段時間跟各位的創意 而且呢 這樣子的遊戲好不好玩這個標準上 真的是會南援北側 對於想像力豐富的玩家來說呢 它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 去完成一個很天馬行空的作品 但對於想像力不太行的玩家啦 甚至是上到課就會想要睡著的玩家來講喔 可能玩別人的作品喔 還可以 要自己來編寫一套小遊戲呢 就會很要命的 那遊戲的資源操作方式算是相當多元 手把 滑鼠 觸控 喔 真的是樣樣型 早期都會有分享過一個可以外接滑鼠跟鍵盤 來玩遊戲的周邊配備 那在這個遊戲裡面 它倒是連這種配備都不需要 只要直接把滑鼠呢 接在底座上的USB插孔喔 就可以用滑鼠來操作 不過它的操作方式 並不是全部都可以用滑鼠來操作 跟精確的來說呢 是寫程式拉節點 拉連接線的時候啊 或者是在修改節點 纏速的時候 都可以使用到滑鼠的操作 但如果要進到自己的小遊戲測試階段呢 還是得要拍上我們的手把來使用才行 而且滑鼠的部分 我手邊剛好有兩顆 全部呢 都拿來測了一下 第一顆是使用ROG筆電內附的那顆有線滑鼠 在移動啊 跟左右邊的點擊都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在程式擺放的頁面 它有一個縮放功能喔 就不能使用 那就是在這個頁面呢 它有支援到滑鼠滾輪啊 可以直接來做一個簡單的縮放 那這顆呢 就不行 後來呢 我換了ROG的M212滑鼠 這組的話 大家可能會查MK240nano 比較查得到 因為它是劍屬合一那種的啦 只要用一個接收器喔 就能夠同時使用鍵盤跟滑鼠的無線組合 這顆的話呢 就沒有什麼問題 上下左右移動啦 跟左右鍵的點擊 包括滾輪的縮放喔 全部功能都完美搭配 鍵盤的話啊 就可以擺在旁邊休息一下了 因為我有按一下 是完全沒有作用的 不過就自覺性來講 應該是還蠻廣的 大部分的滑鼠都可以使用 只不過滾輪有沒有用就不得而知 萬一滾輪真的沒用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從畫面下方的加減鈕去縮放 直覺性雖然說稍微差了一點啦 但還OK 不到操作會有問題的程度 三種操作方式呢 我自己都稍微體驗一下 最方便最好用的 應該還是滑鼠跟手把的搭配 因為這樣子呢 接上電視啊 或電腦螢幕的操作 真的會比較順暢 也很習慣 觸控的話算是其次 可能是因為我的手指頭喔 算是比較偏大那一種 所以有時候在點擊啊 或者在拖拉線的時候啊 會比較卡了一點 可是就直覺性來說啦 也算是蠻好的 因為直接拉哪裡啊 或者是直接點哪裡啊 就會直接定位在哪邊 想要新增節點喔 或點選項的時候 都非常非常的直覺 跟操作智慧型手機啦 平板電腦喔 就是差不多的感覺 但如果平貼在桌面上玩的 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下散熱問題 因為主機後方啊 有進氣孔 平貼桌上可能會影響散熱的部分 手把的話 嗯 就不是不行用 但是在移動游標會花比較多一點的時間 那另外還有一個比較值得注意的地方 就是在接上滑鼠之後呢 游標會從十字變成箭頭樣 這時如果拿手把要來去選擇節點 去感變參數之類的啊 就會發生點不了的狀況 這個呢 就是要嘛用滑鼠來操作 要嘛就是直接拔掉滑鼠的連接線 他們兩個啦 算是我有點稍微衝突一下 也算是分工合作啦 遊戲中的課程嘛 先聊一下這個遊戲名稱好了 我玩了之後呢 一直在想 這個遊戲的命名啦 會弄成附帶導航喔 還真的是蠻特別的 它到底是因為翻譯上的問題呢 還是註冊上的問題 還是弄成什麼教學啦 課程啦 education啦 是不是會有跟某一些法規起衝突 還是遊戲片呢 變成要有其他的檢驗啦 認證等等 總而言之這個附帶導航的開頭啦 完了之後還是覺得怪怪的就是了 因為它裡面啊 真的是還蠻有課程的感覺喔 那遊戲中的教學部分啊 其實都非常的仔細 它會把一堂課程喔 弄成一種主題 然後拆成非常多的小段落來做教學 而且每一個小段落的教學喔 都還會幫大家來做上一動的複習 說真的 只要跟它的教學方向走呢 要摸懂裡面的節點啦 跟一些遊戲進行的邏輯喔 真的就不難了 而且啊 它的教學方式不只是教大家如何去懂這些節點的運用 包含教書節點 節點的運用方式 節點間的連接邏輯 大小縮放 參數設定 就連所有節點擺放在後台的程式設計區啊 它也會教我們如何來整理這個空間喔 因為它可能知道說天才總是亂七八糟的 就像以前有講過 很多聰明的人呢 桌上都是亂七八糟 雖然亂中有序啦 但是如果能夠整理的更清爽 也會更有迷人的一面 所以遊戲中呢 就會邊教我們這種運用系統的功能去寫屬於自己的遊戲程式喔 也會邊教我們如何去整理頁面 這種狀況呢 我自己覺得 通常容易發生在剛開始寫的時候啊 規模不是很大 所以有很多節點跟連接線之類的 格局都會擺得比較局促一點 慢慢的可能想像的空間啊 跟整體的規模開始慢慢放大 所以這些早期弄出來的節點位置喔 就會變得擁擠不夠使用 往外擴張呢 就會變成必然的 要如何整理喔這個空間喔 就會變成是它引導的一個重點了 那課程的內容 我在這支影片不會講太多 因為它是真的有興趣的人啦 自己去上過一遍喔 會比較有感覺 要記住呢也比較OK 我自己簡單體驗一下的心得 真心覺得它跟之前那一款Label的規劃非常的相似 因為呢 當初的Label啊 也是有附上類似程式設計的功能 為的就是要延長它的Label指向作品的壽命喔 可以讓那些作品擁有更多的不同可能性 這次呢 整個拉出來 用了很類似的邏輯 配色呢 也搭配的更為吸睛一點 而且呢 遊戲的價格啦 也在千元新台幣有著的狀況下喔 就可以入手的到 就好玩的程度上來說 我是覺得相對稍微低了一點 因為遊戲中雖然說可以製作出一些小遊戲來玩啊 甚至上網去玩到別人製作的作品喔 但以目前為止看得到的狀況 想製作出規格非常高的作品是比較不可能的 頂多呢 就是充滿創意感 可是在吸睛程度上來說 會真的比較有挑戰一點 那也不是急著去否定它啦 因為它還是有它厲害的一面喔 程式的設計當中啊 並不是只有我這個示範頁面中 這些什麼移動跳躍破壞物件 製造一個場景的移動空間而已 它是可以把整台switch的機能啊 幾乎全部都運用上去 因為光是在輸入這個項目裡面啊 它就包含了按下按鍵 推動類比搖桿的動作 包含了還有觸控螢幕的觸控動作啊 觸控哪個點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啊 手把的提感功能上的搖晃 傾斜 轉動等等 再包含 注意看下面的動感IR照相機喔 全部都可以拿來當作輸入的介面使用 所以呢 它是真的可以把玩家所有想得到的創意的啊 全部都可以用程式編排的方式喔 實現一款屬於自己的遊戲 那我相信之後啦 網路上面喔 應該會有蠻多神人寫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創意才對 雖然說在視覺效果呢 可能沒有那麼強大 但我想創意的本體啦 應該才是這款遊戲喔 想要表達的重點而已 而且啊 其實在製作這種遊戲程式設計當中啊 也容易培養出我們自己的邏輯觀 你可能在製作出這樣子的一個事件之後呢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就會直接一連串的去想像 只有在你有豐富的想像力之後呢 所創造出來的遊戲啊 才會有更大的活力 更大的生命力 其實就算你沒有想像力啦 因為你在不斷的編寫程式 4玩小遊戲 編寫程式 4玩小遊戲的迴見當中 你會開始慢慢發現到 喔 原來我這樣子的邏輯呢 可能還不足以應用出 我原本想像中的那樣子的小遊戲 所以呢 就要如何去強化他喔 這些東西都會在遊戲當中 慢慢的去豐富自我的腦袋中的想像邏輯 所以呢 我覺得在培養邏輯的觀念上來說啦 真的是有他非常大的一套 那如果說呢 真的對於這樣子的遊戲呢 有興趣的 或者是想要培養小朋友的邏輯概念的 也可以試著讓小朋友去體驗看看 他跟樂高的一些教育合組啦 其實也是有點類似 就是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這種一格一格的物件方式喔 來去編寫 創造自己的程式 製作自己的遊戲 包含一些人物啦 一些場景啦 包含一些背景音樂等等的喔 只要你想得到 基本上呢 在這遊戲當中啦 就可以辦得到喔 OK 那我們最後呢 我們還是再來看一下這款遊戲的封面好了 他的封面呢 其實我覺得配色上來說啦 還蠻有任天堂的味道 而且 非常的活潑的感覺 他這個鮮黃色啦 黑色啦 搭配一點點紅色點綴的樣子喔 真的非常的活潑 不過遊戲實際上玩起來 我自己是不是覺得喔 因為你在寫那個程式的時候 在移那個東西啊 他是會花一點腦袋的 可能帶一點輕音樂之類的 然後放在旁邊當一個BGM喔 聽起來會比較舒服 那後來呢 我有稍微上網去看了一下 他並不像瑪利歐創作家那樣子 他整個邏輯主態一樣 並不是說呢 你把東西投稿上去之後啊 我們身為其他玩家 就只要上去 就可以直接用選單的方式喔 下載來玩 他有點不太一樣 他就是 如果你今天做了一個不錯的作品 想要跟別人分享的 你可能就是把它傳到上面去 然後呢 你要告訴別人 你的號碼 那你的號碼呢 別人輸進去之後啊 才有辦法看得到你的這個遊戲的名稱 包括你的名稱等等的 所以在遊戲的名稱啊 或者是自己的名稱喔 這個地方 任天堂可以有做一點小小的管制 如果說呢 你可能有一些 不當的用語啦 或者是在遊戲設計當中 有一些不當的橋段 他可能都會把你刪除 所以這個部分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他並不是直接選直接載 而且呢 你也要注意到社群上面的一些規範 那遊戲的部分 在三個模式之下 都是只有支援到自己一個人玩 如果呢 你選到某一些遊戲的類型啊 他其實還會告訴你喔 建議以什麼樣的模式來玩 像有時候呢 在玩那個體感的時候啊 就是整台主機拿起來玩 會比較有趣一點 也比較直覺一點啊 然後有一些遊戲 其實你在上他的課程當中 會有一點點 剎達礦炎之奇裡面的那個神妙的記事感喔 所以玩起來真的是還蠻有趣的 如果真的有喜歡的啦 真的可以自己玩玩看 那遊戲當中當然也有支援到Pro的手把 如果說呢 你要用到網路上的功能呢 也需要每天都Switch online的服務 所以這一些呢 都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基本上今天這一款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最後呢 就是做一個小小的抽獎活動 我希望呢 可以把這個遊戲啦 送給一個比較有意義的 想要去挑戰他的玩家 所以呢 這一次的抽獎活動 稍微特別一點 第一個關鍵字呢 就是放我要參加抽獎 那下面的話呢 可以寫寫看你自己的一些想像 就是關於這樣子的遊戲 你有什麼樣的想像 你會希望去做什麼樣類型的遊戲 例如說像是射擊遊戲啦 賽車遊戲啦 或者像彈珠遊戲啦 然後橫向卷軸遊戲等等的 我會有什麼樣的想像空間 或者呢 可以舉一些遊戲的例子喔 來當成你這個希望的半分 稍微的簡短寫一點點 看起來呢 就是你真的會想要去玩他的 我就會來抽出 好啦 那麼詳細的抽獎狀況 就可以看一下我們的說明欄裡面的說明欄啦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也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 啊對了 剛剛忘記講到 這遊戲呢 是以牙版的喔